好,接下來這個專家話 今天星期五我們聊一點比較輕鬆 但是有意義的話題 我們來玩轉媒體 為大家邀請到的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同時也是我們不老巴士的主持人 瑞哥一塊歡迎他 Hello,瑞哥你好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應該算合作吧,對不對? 是啊 第一次這樣子在同一個平台當中見面,對不對? 尤其你剛才提到灣區的前媒 我和你合起來都很久歷史了 差不多破百了 我大概是在灣區,不在臺灣 臺灣不要算 我大概在灣區差不多有二十幾年也有了 嗯,我應該是1989年開始 1989年 1989年開始 為什麼這麼記得呢? 就是因為我很記得那時候就是剛剛 正在讀書 還在讀高校的那時候 就參與了以前的一個叫做華語電台 有一點歷史,關於一些在灣區的傳媒 那以前呢,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這邊呢,聽收音機呢 就還未可以說上無線的聽到的 嗯,那就要買一個收音机 嗯,特別的收音機 特別的收音機 對對對,那時候的記者都要百多元一個 那你百多元購買一個的話 不是家家戶戶都買得起 或者想買一個百多元的三機來聽 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说很多一些比如衣厂 或者有一些真的很喜欢听中文的节目的人 就会买过的相机去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就是1980年代 1989年代就加入了华语电台 就开始了传媒的路了 所以你从高中时代就可以做兼职 就已经在做广播了 做兼职的 那时候到现在我都是在做兼职的 所以现在还在做兼职 我经常觉得如果在这边做兼职 做兼职的话你真的要很有毅力 一定要去牺牲很多东西才行 但是我仍然会做一个合餐 希望可以 其实我觉得在湾区做兼职很有趣的 我有点觉得好像做社区工作 我不知道你觉得 就好像海长你这样 我也见过你做很多不同的节目 其实你做的节目都很关于社区的事 没有事 跟社区有关 跟时事都有关 我记得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同 以前我们在做传媒的时候 前辈都在讲说 就是如果说 看你适不适合做传媒 如果说你五年之内 你没有转行的话 你这辈子就吃传媒的饭了 你是不是应该这样觉得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就是传媒进了这一行 虽然我是做part time 但是我都会觉得 你进了去你就会有一个 好像上了人那样 你就想会继续去做 好似我进了华语电台 做part time 后来就又有另外一个电台开了 那时候我想是九十年代开始了 那就越来越发觉很多移民了过来 台湾、香港、中国、大陆 很多不同的地方人移民了过来 发觉那时候市场需求 就做了真是无线 斩开个三机都听到的电台 那时候不得了 海祥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过来没有 应该是九四、九五、九六年 那个年代 那一开始 我们就以为 都可能是回到以前的听众 比如可能在医厂 或者上一年多那些 懂得说或者想听中文电台 不是的 那个年代就很多一些 在这儿大的小孩都听 因为他们就说 好有趣 你们做些节目 为什么会有一些 这样的类型的节目呢 那他们也都 十几二十岁 他们都觉得很有兴趣 因为其实那些节目 都是香港 台湾 差不多的节目 很受欢迎 我们在这边又做 所以其实那个年代 也都很多一些 不同年营的阶层 开始在湾区就听收音机了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收音机 对湾区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对我们这些新移民的人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那个年代 就是九十年代 开始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 去他们的总台那里 你知道 现在的收音机 其实他们都是租一些时间 其实租时间 它就有一个总台 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们去他们的总台 录一些Jingle 嗯 那录的时候 就 现场是 以前有很多 韩文的频道 好语人的频道 嗯 我还记得我们 整班去 然后说 你们做什么频道的 广东话 不是吧 没有什么市场 是不是 怎么知道后来 直接二十四小时做完 那现在就更加知道 其实中文的市场非常之大 但是 当然那个年代 也都百花齐放 不单止收音机 其实电视台 电视 那时候也开始做 你也是 你也是 那时候开始做 对对对对对对 你开始做三机才是电视的 我其实是先做广播 然后呢 在台湾先做广播 然后之后做电视 我做了一个制作的一个电视 在当时湾区是非常有名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叫做非常男女 就是那个相亲节目 对 可能我们 比较资深的人都知道这个节目 那时候我就在里面做一个制作助理的这样一个角色 这样 其实很有意思 然后才到了湾区 才又做了广播 最后又做了电视 我的过程是这样 不其实我们有一些 有点关于这边传媒的 有些东西是挺特别的 我也想说一下 比如以前做最初头的电台 华语电台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录音室 直播室 在一个堂口里面 你知道堂口 就是那些association 那些中国的association 那些堂口里面 你知道以前那个年代 那些堂口 有时候那些人经常说 有一些背景 有一些社团 那样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华语电台 就是在堂口里面的直播室 那时候也会看到很多一些社区的名人 但是后来当然电台的发展越来越蓬勃 那到现在有很多电台 他们都是一个很真正很漂亮的直播室 那样 所以其实发展真的很好 那电视那边 譬如我也参与电视 譬如好像当然现在 我也做了一个节目 但是另外譬如电视方面 以前其实我也参与过一个电视节目 其实都是一些综艺性的节目 全部一些不同的题目 可以放在一起在节目上 电视可以给一些不同的观众收看 以前那个年代也是 如果你说的 譬如90年代那时候 那最重要我们这边的传媒 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本地制作 很多人想看本地的一些消息的话 看我们这边的传媒才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是 到现在也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传媒 会是仍然是非常之压力 你讲到这个电视的部分 我记得那时候 这个粤语新闻 这个现场粤语新闻出来的时候 其实造成很大的轰动 对不对? 很大的轰动 雨新闻那时候 当然雨新闻是再早之前 但是我常常讨论 以前我们都会 真的蹲在电视里 看他们的星期五 那个电影 有台 但是当然 幸好那个年代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传媒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 我觉得做传媒在这边 就像做社区服务 我做了这么多年 每做一些节目 其实可能就是帮助到社区的人士 我们给了很多不同的资讯 或者给了很多不同的娱乐给他们 当然了 现在又有上网了 是不是internet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 都仍然很支持我们本地制造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讲的 其实广播电台 其实带来最真实的 因为现在这个传媒太多了 包括像什么TikTok这些 社交平台这些太多 所以其实你觉得 以前的观众以前的听众 跟现在的观众 跟现在的听众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的 以前比较保守就乖乖听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他就听什么 你演什么他就看什么 现在不是 现在他就会有他自己 一些意见跟想法了 对 其实我会觉得是好事 因为我反而觉得以前 你只是听我讲 你自己都不想一下 究竟我讲是不是真的 或者我讲的对不对 但是现在ok 你可以上网找一些资料 究竟我讲的对不对 又或者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意见 总之其实我觉得永远都是 我们传媒看了你们的意见之后 就发觉原来可能 现在的世代的人 他们是有这样的看法 不可能在我们制作节目方面 我们会 是不是那个方向可以考虑 其实都是好事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现在做节目会更辛苦 因为你的资讯量庞大 但是又要精准 要不然就会被观众或听众挑战 对不对 辛苦很多 很多 辛苦很多 因为以前我们真的 还有很有趣的 以前你怎样知道 究竟你那个题目 是不是那些人喜欢呢 可能你走在街上 有人跟我们说 你那天说得挺好 那可能就是听那几个人说了 但是究竟其他人又怎样呢 现在就不是了 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我们就可以更多空间去改善 但是当然对我们来说是辛苦一点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做在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做这个传媒在湾区 其实大部分就是服务社区 真的是以服务社区为主 你说真的赚什么大钱 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赚什么大钱 不是吗 其实都钱 讲到钱 一点点 有些人觉得多 有些人少 但是另外就是说 其实你在香港 在台湾做传媒 是明星来的 对呀 上电视 但我们这边就不是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在街上 那些人见到我 我就觉得很开心 他跟我说 我看你的节目 帮到我们很多 那这个我会觉得 就是好像我们在帮的社区 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社区的其中一份子 因为始终我们这里 不是那么大 你不跟香港七百多万人 中国大陆 台湾很多很多人 我们这里 其实人口 就是港中文 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很庆幸 有机会参与这个传媒工作 其实你做过广播 做过电视 你在这么多的岁月当中 你觉得你在做节目 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主题 或者是单元内容 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其实我想每一个阶段不同 比如我们很久很久之前 我们会做一些比较年轻人的节目 我当时都非常年轻人 所以随着年轻你的节目 其实会好像似 有时现在在街上 有些人都会跟我说 以前听你们的节目 一些比较年轻的节目 以前在商业电台 无线的电台 他们已经拖男带女的了 子女都很大过 我也记起以前我们还在说 可能男女追女仔 追女仔有什么 那现在当然 他们个个人已经大了 那很有印象 另外好像现在 相对来说 现在做的节目 《不老80》 那时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真的可以帮到很多长者 或者他们家人 甚至乎 其实我每一次请一些嘉宾上来 我自己都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 相得益将 我自己学到东西 又可以帮助到社区 如果你现在问我 现在这个阶段的时间 但其实譬如《不老80》 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 其实我另外电台那些节目 其实都有少少是关于社区的东西 我也觉得 我是每一次做节目 都希望是 怎样可以令到我们湾区的观众 可以拿到一些东西 希望在我们的节目 拿到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让观众真的有所得 这比较重要 真的是这样 如果说今天有人跟你讲说 瑞哥我是从小听你的节目长大的 你会怎么样的想法 我开心的 你会很开心的 我开心的 有的都真的 有的我不是跟你讲 在街上看到 我那时候小时候听你 现在他真的拖男带女 有小朋友 那我是开心的 那当然 我也都希望他是欣赏我的节目 但是 我发觉 现在 我会觉得 真的更加要珍惜每一次的节目 因为 你真的是传媒 尤其是我们本地传媒 现在开始都会觉得 大家都放些东西上网了 我们的节目都放些东西上网了 可能做的话题 或者要适合多些 未必一定只是本地 所以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做 一些关于本地性的节目 我觉得真的要很珍惜 讲一下未来好了 你觉得我们这种所谓的广播也好 或电视也好 未来的他的发展趋势 因为广播人家说现在变成podcast 比较偏向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说 这两个媒体 他未来的走向趋势会是什么样子 一定会的 其实很简单 比如 因为我也接触很多长者 其实 当有一天 如果 现在AI又这么盛行 人工智能 其实当有一天 如果他们根本拿起手机 或者拿起iPad 一按 就好像开电视那样的话 上到网看东西的话 那我相信很多的节目 全部都会放在网上 但当然 现在又未去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其实我知道很多 家人都仍然很喜欢 开着电视 坐在家看 甚至乎现在有时候 我反而专专坐在那里看广告 有点好 有点好像 变回以前很家庭的感觉 但当然 老实说 如果将来的话 我相信因为科技先进 当然有一些东西会是不同了 但反而你说三机来说 现在的人 其实都会听三机 都是上网听的 其实也是上网那样的 是 我们今天其实从这个传统的 以前的广播 谈到电视 谈到新媒体 谈到资讯量等等 最后还是讲 你刚才其实部分已经提到 其实你在现在主持这个不老八十 这个不老八十 其实带给你一个 除了可以服务长者之外 对不对 服务社区之外 它还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正能量 或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每一次 就是我们去 约一些嘉宾上来 那我们也希望那些话题 就是怎样可以帮到社区 尤其是那些长者和家人 那从中呢 其实我们要搜集很多资料 那也都是学习到很多 不单止譬如 可能医学上面的东西 或者社区方面的东西 或者究竟 好像我刚刚访问了一个 APS的 Adult Protect Services 是不是 就是一些保护成人组 那讲了很多一些故事给我听 那其实原来 很多如果 不知道有这个部门 可以帮到他们的话 那其实他们会面对很多 在家庭上的暴力 或者骚扰等等 所以譬如好像这些 你学了之后 你又可以帮到人 或者你可以宣扬到资讯出去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我自己 我很开心 就是做了八道八十这个节目 都两年多了 那当然 那也都是 很多谢 好像赞助机构 仍然继续是 希望可以给一个平台 给大家可以知道多些 关于长者和一些家人的资讯 其实这些资讯我们也在吸收也在学习 这是主持人最好的一个好处 那最后来问一下 这个其实做广播做电视 哪一个才是你的最爱 那当然我自己有份正职 我自己的份正职 当然就是做一些另外的服务 那如果你电视和电台 给我选 真是很难选的 老实说 但是我会觉得是 如果自己可以 可以计算一些时间 那电台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电台起码 其实我们在后一场 你们就知道 其实出镜也挺麻烦的 你要想着什么衣服 接着你一样 要做这么多功课的了 接着你又要对着镜头 你要确保 你做广播的时候 你穿睡衣都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其实你都一样 带个讯息给人的 但是做电视 其实是多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喜欢的话 我会比较选择电台一点 但不是代表我不喜欢电视的 但其实电视我都会喜欢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 要我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 我比较热爱电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都是在做广播 比较多这样子 可能因缘季会因缘巧合 今天非常谢谢瑞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不老八十 好不好 那今天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